SERVER一樣 你的SERVER上面你要改多少錢就改多少錢 比如說你經營地下錢裝 你要去改那個數字的話 你就是這邊自己改一下 那改完之後的話 假如說我今天比銀行還便宜27 28好了 比如說我買進賣出的價錢 就是比一般的還便宜 那價錢由我自己訂 美金的話我就是一般銀行看到的價錢就很高 那我訂很低 然後吸引一些人來跟我訂 這樣的話我生意就進門 不過我要透過行銷 因為別人不知道我的話 所以我就寫了個APP 然後呢就在Google Play上面 人家一查那個匯率就可以查到我的東西 那以後的話就會來跟我兌換 假如說我已經改完對不對 那實際上我們剛剛不是透過什麼發佈對不對 發佈到網路會產生一個什麼網址 所以那個網址將來就是我們要改的第一個 所以把這邊複製起來對不對 複製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改哪些東西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就是說online 這個 那我是把原來的專案 再複製一個 這個複製一個叫做online的4 底線一個叫我給他一個叫google 你可以隨便取個名稱 或者叫drive也可以啦 把名稱再一個版本 那把它開起來 那我改哪些地方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把那個這個改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網址有沒有 把它貼上去 本來是連到台銀的 那這個時候連到我自己的那個ducks那個網址 第一個第二個的話呢 其他都不用改喔 其他都不用改 其他都沒改 其他都沒改 那改了哪一個地方呢 往下 就是切字串的那個 有沒有 就是passer這個 這個方法 裡面的話呢 我改了這個地方 有沒有 就是我們的那個字串有沒有 就是剛剛不是有從記事本裡面 有沒有 去抓到的這一串把它貼過來 那貼過來之後的話 因為它內部有那個什麼呢 有雙 雙引號對不對 所以雙引號部分呢 你再加一下啦 因為它這個地方 要把它改一下 否則它 視為不合法了 因為外面已經有雙 雙引號 我們要加一個斜線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只有加這個部分 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 加這一串之外 那它的star 加上本來是20個字 我算你